第六十一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即將登場 這次最佳女配小獎競爭同樣相當激烈 資深老將將對上終身帶 有第一次進軍大一幕就入圍的曾佩茨 連續兩屆入圍的劉憶兒 還有入圍長賀 陸易靖跟張榮榮 另外才在十月奪下金鐘事後的楊衛媚 也要挑戰三個二十年再度上臺領獎 黑白畫面 跳脫色彩輔助 一個眼神 一個動作 情緒就馬上到位 實力派資深演員楊貴妹 在電影小燕與吳艾莉中 將南部小鎮傳統媽媽 任命又倔強的角色 發揮得淋漓儘致 面對劇中女兒殺害家暴 自己的丈夫母女關係緊張 一路相愛相殺 精湛演出問鼎第六十一屆金馬獎 最佳女配角獎 楊貴妹更首次挑戰客語 我好難喔 我也是中間有一度 想發揮 找了一個客語老師非常負責任 她就是先錄音給我 正常的一句 然後慢的一句 然後中文一句這樣子給我先練習 透過台式新聞團隊專訪 楊貴妹鏡頭前後大不同 顯現出她入行超過四十年身後的演技底蘊 電影中心境專者細膩詮釋也引起部分觀眾共鳴 彷彿看到自己的母親 而這也是她拿下第四十一屆金馬獎最佳女主角獎後 相隔二十年再度入圍金馬獎 开心啊 那個金馬獎 好像石頭的顏色 中間有一度就有人說 妹姐 人家說那個拿回去金馬獎 然後他們會可以幫你渡金耶 然後我就說 幹嘛要渡金 我就自己再拿一桌就好啦 同樣探討親情困境 以電影女兒的女兒加入金馬廝殺戰的劉逸兒 俐落短髮比男人還英俊 這回傳神演繹同性戀者她下足功夫 我有做了很多的功課 當然我有去跟朋友聊天 然後我跟導演溝通 真的很辛苦的地方是我有一個眼妝 導演那時候還有說 如果不舒服千萬不要嘗試或什麼的 可是我會覺得 哇 就是等這樣 才會更有一種角色強烈的感覺 那我問你 被同性戀生下來比較慘 還是被一個異性戀青少年的水分睡一睡 然後生下來比較慘 不管是說話方式或內心狀態 從外到內都有別於過往的演出 劉逸兒連兩屆入圍金馬最佳女配角獎 再次證明自己不是靠幸運 是真實力 坦言入圍後更開心的是可以和劇組人員在頒獎典禮相聚 享受整個過程 享受整個過程 至於能否成功拿獎 得和這位入圍名單中的黑馬進竹 媽媽陪你一起 搖發 一 二 三 為母則強在孩子面前不輕易展現脆弱的一面 但老天爺總愛捉弄人 演員曾佩慈在電影《BIG》中演出癌症孩童的媽媽 陪伴女兒一起抗癌 將照顧著的角色細緻刻畫 使命感給了角色重量面對沉重議題 曾佩慈透過自然的詮釋 帶領觀眾探索生命的價值與意義 第一次挑戰大一幕就受到評審青睞 也達成金曲 金鐘 金馬 三金獎項入圍的里程碑 有才華的鬼自然會被看見 沒有實力的才會爽那些小髮型 就算死後變成厉鬼 但臨界也有演藝事業 而且競爭激烈 張蓉蓉這回演出陰間喜劇 擅長肢體表現 甚至還展現大法師下腰 需要營造恐怖感 又要帶有笑點 時而內斂 時而狂放 張蓉蓉拿捏得宜 但回歸現實生活 要一起角逐 講座的強敵還有他 阿姨要拜託你這次 不用過多台詞也沒有太劇烈的表現空間 但卻將長照生活和貧窮處境 交融下的疲憊感呈現得炉火澄清 陸易靖已經是金馬入圍強客 這回是他第八次入圍 但尚未拿過講座 不少粉絲只喊總該輪到他了吧 只是面對才剛奪下金鐘事後的楊貴妹 還有連續兩屆入圍最佳女配角獎的劉逸兒 以及首次演電影就入圍的曾佩茨 和四度獲金馬獎提名的張蓉蓉 這五位女演員氣場不輸劇中主角 但又能清楚拿捏女配角的角色 拿到金馬六一入圍門票後 最後只有一位能走上頒獎台 拿下獎座證明自己綻放綠葉光芒 唯一